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日本的丹羽孝西和福岗平野早始香 大家看到穿蓝色蓝白相间的是韩国选手朴英书和李湘秀 这队选手是今年巴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的银牌获得者 平野早始香和丹羽孝西 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中国的樊镇东和陈梦 晋级到混合双打的决赛 在这儿也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两队选手在前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在首轮 朴英书李湘秀是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选手 之后呢是战胜了日本的宋敬健太和石川家成 在四强的比赛当中 四分之一决赛 李湘秀和朴英书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江天一和李浩晴 半决赛是战胜延安和朱玉玲晋级到今天的决赛 这对选手呢在前面 是先战胜了中国香港的一对选手 之后是越南选手 之后又战胜了中华台北的黄一化和庄志渊 半决赛胜了樊镇东和陈梦 晋级决赛 6-3 4-6 李湘秀的世界排名是第六十二位 这个运动员呢打球很凶猛 7-5 7-6 这个球需要双方的配合 就是告诉同伴我发长球你准备反拉 好的 这球非常漂亮 条英书 这个韩国运动员左手他是先贴了一板 大家来看这个球单雨消息拧完他贴了一板 然后李湘秀是反手加厉一板在进台的快拉 7-8 谢谢大家 我们看到在这四个选手当中 还是李湘秀 他的进攻是最有威胁的 那么日本的丹羽孝西 作为男运动员 我想在混床当中 应该更多的有发动 有进攻才行 7比10 10比7 选招球被韩国选手朴英书 在进台 看准机会 上选球反拉成功 11比7 韩国选手朴英书和李湘秀 先上了第一局 厌借了在杂乱的冰箱内 寻找想要的食物 门向独立空间 常用食物 轻松拿 取放自如 舒心自在 门中门 魔力空间 让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胜利 狼牌特区 船自渡寓意 一帆风顺 船型底座设计 关运飞同凡响 运动油腻 游创天涯 雪花 雪花 游创天涯 泡气爽浪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让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胜利 狼牌特区 匹克TP9战学 搭载梯度加速科技 为脚掌失利重点 提供高弹力反馈 TP9战学 TP9就是速度 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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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在韩国釜山进行的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混合双打决赛 这是双方第二局 第一局是韩国选手 朴英书和李湘秀先胜 大家可能非常奇怪 中国运动员没有出现在决赛的比赛场上 其实很正常 因为巴黎市平赛最终的决赛也是韩国选手和朝鲜选手来争夺的 最终是朝鲜的金鹤峰金重获得了市井赛混双的冠军 那么确实在半决赛中国两队只能抱两队选手都进入到四强 但是半决赛都失利了 那么半决赛中国的这两队选手就是陈梦和樊振东 包括延安和朱毅灵他们都非常尽力 其中的延安和朱毅灵是三比四输给了韩国的李湘秀和朴英书 侧下 鱼运动员在混合双打比赛当中是最怕男运动员的一些变化球 因为它的变化是有质量的 无论是发球的旋转还是其他技术 另外混合双打现在国际拼联主席沙拉拉也正在努力 希望把混合双打这个项目能够带进奥运会 能够加入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项目 其实混合双打确实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因为混合双打它不光体现男子运动员的这种力量 旋转速度的美 同时又能够体现女运动员的一种柔美 所以这个混合双打有女运动员的细腻控制 也有男运动员的奋力冲杀 比赛应该说是精彩分成的 现在李湘秀他作为男子运动员 在这个比赛当中他是拼命的现在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 作为最后杀板的这位选手 那么日本运动员 平叶早始香 和单雨孝希他们俩现在从杀板上 从威胁上现在不如韩国的李湘秀和朴英书 特别是单雨孝希 这个运动员他是靠手感 靠稳健 防御 周旋能力 但是他也是同样杀伤力不行 所以他混双的还是没有能够现在体现出那种好球 这个就是说男子运动员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和重担 指望女运动员得分呢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力争还是男运动员的他的这种威胁是最大的 单雨孝希的宁娜现在起不到什么作用 被李湘秀反手一板快滚 反手这也叫这个快丝 吃这个球不知道裁判队员是怎么理解 这个球根据球的这个情况 现在应该是朴英书打到了手上 应该是韩国运动员失分的 那对方如果说没有发现 那就没办法 刚才看到那个球的这个走势已经非正规了 一定是打到手上了才会出现像下旋球一样的突变方向和旋转 现在8比6 8比7 8比7 好的 8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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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6 丹羽孝希这把调短球没有调出力量来 因为丹羽孝希她和水谷笋 包括宋明轩的健太都是差不多类型的选手 还是需要沙板的球 拉起来 谈人数跟进 丹羽孝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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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关键的一分 10米9的时候 韩国队随意料了一个暂停 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平坛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像韩国 日本 包括朝鲜 想更多的要从双打 混双 女双 男双上来突破 因为你单打和中国比 现在包括团体和中国比 有着一定的差距 所以更多的需要混双 双打 男双来做一些文章 加强一些配合和训练 不过现在已经看到了效果 巴黎世平赛是朝鲜运动员获得冠军 混合双打 这次在半决赛 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分别战胜了 两对中国选手晋级决赛 这样也有利于世界乒乓球的发展和推动 现在比分是10比9 发球的是韩国的朴英初 这个就是女运动员 对这个变化 她的理解能力和判断就非常差 这个球李湘秀已经切了好几次了 只是不予想象地赚 可不可以不要死发力 先把球拉到对方的球台下 这样韩国选手李湘秀 朴英书2比0有线 我们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轻轻量 轻头的결量 辛自在 乔丹轻头系列 风行二代跑鞋 跨越新生 民族品牌乔丹 联听 自然跳跃的节奏 触摸 风中 驰骋的自由 心诗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特 静无止境 水的质量关系你我的健康 喝水我选择康师傅矿物质水 它经过六道工序滤镜 多喝水生活更健康 安心喝 想健康 我选择康师傅矿物质水 质量关系你我的健康 智慧理念引领全新生活 Rapping 新锐 智选新生活 专于智 会于行 司科达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 亚洲平方究竟聊赛 混合双打决赛的第三局 发球的是韩国的朴英叔 前两局的比赛 我们看到韩国运动员 小有优势 但日本选手如果说 男子运动员能够 有更多的得分点 单语孝希能有更多的发力点 另外就是平野早始香 在对方变化的时候 能够减少失误 双方才能够拉近距离 主吻 主吻 单语孝希的球还是太弱 混双不像单打 单打你可以稳一点 因为下一半还是你 你能够掌握 或者说你一稳了 对方一凶 女子运动员就没有办法去防守 韩国队也是一支传统强队 韩国队据了解 他们的训练也是相当的苦 一天四练 有时候一天三练 但是他们真正在球台上的时间 练的技术并不是说想象那么多 而他们更注重什么呢 注重这种身体素质的训练 专项步伐的训练 比如说滑步 还有这个做动作 徒手做动作 韩国队他的训练很丰富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5比2 韩国队在继续扩大着优势 好的 混合双打比较好的配合结果呢 就是打成像男双一样 你看不出是混双 女子运动员要强势 男运动员呢 也要能够积极地发动自己 这样各进其直 同时相互分担 那么韩国队呢 这次作为东道主 应该是期望值比较高的 但是在第一天的女团 女团的四分之一比赛 韩国女队呢 就输给了中国香港队 很意外 那么在单向比赛当中 我们从今天也能够充分地感受到 这个亚锦赛乒乓球 翻向的这种较量和争夺 它的激烈程度要远远高于团体赛 现在韩国队的李湘秀和朴英书呢 已经扩大了场上的优势 打成了9比4 现在场上的情况 就是单语和石川家臣 和这个平野早始乡啊 就特别像一对女双 所以这个单语赵西呢 很羞涩 他的球就是感觉像女运动人 所以对韩国队现在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我们还是稍后将继续为您 带来双方第四局的争夺 透气爽浪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让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上列 狼牌特区 匹克TP9战学 搭载梯度加速科技 为脚掌失利重点 提供高弹力反馈 TP9 TP9就是速度 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 分享爱 温暖心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的决赛 发球的是日本选手 女子双打的感觉 就是杀手不多 通常混双的是男运动员来杀板 来进攻 来得分的 上一方 1 2 当然我们看看在三局之后 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3 2 3 2 好 3 2 好 朴英叔用反手轻轻地把球拉起来 但是这个球呢 没什么效果 被丹羽孝希反拉 这两个球是韩关队女运动员朴英叔 处理的稍稍有一些过于谨慎和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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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分打成9比8 要了一个暂停 这个暂停是日本选手 平野和丹羽孝希叫的 我们看看这个混合双打亚洲锦标赛的历史 在 第一届 第一届在北京举行的时候 混双的冠军是日本的金野安和长谷川信念 那么在74年日本横滨的时候 混合双打的项目亚洲锦标赛是和野满和支野复支 76年在朝鲜平壤 也是日本选手获得冠军 所以日本在这个七八十年代 是最鼎盛的一个拼摸球最好时期 从1980年开始 现赛客张德英获得了混合双打的冠军 82年是江家梁和佟林获得了混合双打亚洲锦标赛冠军 在2012年澳门是郭燕和许新获得了亚洲锦标赛的混合双打冠军 你来看看这一分9比8 现在发球的是平野早始香 这个发球失误有点戏剧性 想了很长时间 做了很多的困难准备 想了第四版第五版 但是没想到的是发球 发球就忽略了 现在韩国选手追成了9平 发球的是朴英树 丹宇孝希来接发球 现在李湘秀 正手侧身的反拉 韩国选手在这局一直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拿到比赛的整个赛点10比9 看看丹宇孝希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揭发球的好办法 这样韩国选手李湘秀和朴英书 获得了2013年第21天亚洲平方球锦标赛的混合双打冠军 也是韩国队 在历史上亚洲平方球锦标赛 一共获得了这是第四块混合双打的金牌 我们也祝贺韩国队 也希望他们能够尽早的在各个项目全面开花 提高自己的水平 观众朋友们是由杨颖在韩国釜山 设计局管现场为您做解决评论的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